新消息 巴黎奥运中华队的选手陆续返台了 桌球好手林云如跟陈思雨今天光荣返台 桃园机场大厅挤满了球迷要来接机 现场最新我们连线给记者戴军雨 桃园机场大厅挤满大批球迷接机 为了就是迎接桌球好手林云如和陈思雨回国 而本届巴黎奥运两人二度出战 对手是世界第一混双的大陆组合王楚清孙迎杀 最后很可惜以2比4落败 但依旧打出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而林云如也透露从去年3月开始 就有发生比较大的伤病 到现在其实都还在复原中 而对于场上表现 林云如表示因为喜欢打桌球 就努力去训练打好每一次的比赛 希望能让大家看到更好的成绩 但因为现在身体受伤 目标是先把身体练得更强壮 全力准备后续比赛 以上下期的情况 大家今天晚上不要睡觉 我们一起来帮林玉婷加油打气 就在半夜时分 57公斤级的金牌站 会在半夜的三点半登场 那首先要恭喜的是 这次同样陷入了性别争议的 阿尔吉利亚选手克利夫 他是在66公斤级率先打下了金牌 那他在赛后是非常振奋的喊话说 我和其他女人一样 我生来就是女性 结果赛场上他也用金牌实力 堵住所有的人嘴巴 那我们也希望今天晚上 林玉婷同样能够如此 那来看一下这个战力 一定要分析一下 今晚林玉婷的对手是谁 这名20岁的小将 赛琳梅塔 非常的年轻 不过呢 其实他的生涯成绩 不算非常的出色 过去只有在2022年的 欧洲青年冠军 那专家说 他其实是一个怪异型的选手 你不好捉摸 尤其呢 出拳的动作非常的怪 还会连续跳起来出拳 那甚至呢 今年还有意从政 跑去选市议员 结果没有选上 其实我们说 这个比赛原本就是公平竞争 如果今天晚上 他能够用实力打林玉婷的话 相信大家 相信我们都有这个接受的风度 但很遗憾的是 没想到比赛前夕 赛琳梅塔 他也成为了霸凌的那一方 怎么说呢 在他的个人IG 去限动贴文 非常的具争议性 虽然目前贴文已经删除了 但是毕竟是po过的文章 现在还是被持续的延上 而且相关的言论还在发酵 像是有一名波兰的众议员 也在脸书附和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争议的贴文在讲什么呢 他就是有一个类似梗图 这个四公格的感觉 首先这个第一个是 教练跟他说 我有两个好消息 我有两个消息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那他说好消息是什么 教练说决赛前 这个星期六 你可以先休息一下 那赛琳梅塔就反问 那坏消息呢 教练居然说 你会是最后一个 争夺金牌的女人 那此坏出 当然大家就觉得什么意思 这句话非常明显 应该就是在影射 我们的林玉婷吧 然后甚至呢 这个贴文被沿上之后 但是呢 显然连他们一些 国家级的议员 也跟着贴文附和 像是这名波兰的众议员 因为他的名字是波兰文 我不会念 不过呢 总之他的脸书 出现了一则贴文 内容是呢 这是一场不平等的战斗 这场战斗对朱利亚很艰难 朱利亚就是这名 波兰女选手的名字 但是对我来说 朱利亚已经拿到 金牌 那很显然的 他也是在没有证据之下 就跟着胡乱跟风 那怎么办 我们要怎么样来 应援林玉婷 总算是等到了 体育署 是承诺说 等到比赛结束之后 就会来进行法律诉讼 那当然有人觉得 政府还是慢慢拍啊 但是也有人觉得 先保留给一些 安静的空间 让选手好好的备战 那我们一般平民老百姓 能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晚上 为林玉婷加油打气 我们希望林玉婷加油 用实力来证明自己 接下来就关心到 这次的巴黎奥运 女子拳击 66公斤级的赛事颁奖典礼 林玉婷她出阵的是 57公斤级 那刚才提到的克里夫 她是66公斤级的金牌 颁奖典礼在凌晨举行了 那台湾好手陈念琴 她是夺得铜牌的 那因为这个前四名就是保底铜牌 铜牌有两位 另一个就是泰国选手 等于是金银童 有四位选手同框自拍 那照片当中可以看到 这位就是夺金的阿尔吉利亚选手 克里夫 她这次和林玉婷一样 卷入了性别争议 那这位呢 就是我们的中华队好手女将 陈念琴了 银牌是大陆女将杨柳 那她因为是被克里夫夺这个击败了 好金银童 好四位女将 非常的有代表性的 同拍同框 那看到这画面一出 让很多网友都非常激动 觉得四位女将惺惺相惜 留下了历史性的一刻 尤其在这样的争议风暴之下 陈念琴她是在这一次的项目当中 夺得了铜牌 那她所涉及的新竹市政府 已经宣布要加码奖金50万元 甚至还有新竹市立动物园 免费推出入园庆活动 那陈念琴她也特地录制了影片 话还感谢国人支持 感谢新竹市的大家在电视机前 为她加油打气 我们来听 哈喽 谢谢邱市长 谢谢教育处 以及所有市长们 还有我的薛丽妹 还有我的粉丝们 新竹市的大家 一起集气 在电视机前面我也念琴加油 那这份荣耀也先给大家 谢谢大家在每一趟 都用力的为我们加油 那这一次 柯教练也非常的辛苦 带我从小到大 把我拉拔长大 然后现在我们一起站在舞台 得到这份光荣 我们感谢 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教练 那谢谢新竹市市长这么用心 也帮我做了这么多的人性立牌 还有在市政府做这个立牌 然后让大家去拍照 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未来我还会再继续努力 那希望把这一份 这份荣耀传承给学弟妹 希望他们也能够在自己的梦想舞台上 更努力 积极 加油 那其实除了熬夜 看这个林玉婷的比赛之前 在今天晚上的十点多 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因为这是奥运史上第一次 把霹雳舞给纳入了项目 那中华队这一次 也派出了唯一好手出战 大家觉得很好奇 原来街舞也能够办上 最高的体育殿堂 那他的游戏规则 评分的规则是什么呢 带大家来看 其实这个霹雳舞起源自美国纽约 也叫做地板舞 那一定很多人看过像是这种头转 其实这就是很基本的霹雳舞 一个基本的动作 所以呢这次的评分标准 一共有五项 首先呢是音乐性 原创性 舞蹈词汇量 技术性 还有这个执行力 那像这音乐性呢 可能就是看选手对这个曲目诠释能力 有没有跟上音乐节奏等等 那当中这个比较特别的舞蹈词汇量 主要就是看选手 他们施展动作 有没有多样化 多样性 这个让这个更有看头 那赛制是分成男子项目 女子项目 大家耳熟能详的B-boy B-girl 原来指的就是霹雳舞 那男女是各有16个人 单人对战 Battle 我们的节目有个Battle 就是对战来互尬这样子 那评审就会给分胜出的一方 才有机会再晋级下一轮 这次中华队的好手 24岁的孙震呢 来关心一下 他的出生背景 很特别 1999年9月21号 在921大地震当天出生 所以他也被昵称是921宝宝 那他就小时候在社区中庭 看着影片自学跳舞 没想到一路跳上了奥运殿堂 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第16名 不过今晚希望能够加加油 是有机会的 就在晚上的10点41分开始 孙震就会出赛 那如果你还是觉得很好奇 好难想象跳舞 在奥运上跳舞 其实带大家看 女子组的女舞王 已经率先诞生了 而且金牌是由日本选手 汤钱雅石拿下 立陶宛银牌呢 那铜牌是中国队的选手 所以是非常有趣的项目 大家都可以来多多的关注一下 以上就是这节的奥运特报 好 林洋沛拿下了金牌呢 创下了史无前例 二连霸的记录 在彰化的蒲言顺泽宫呢 特别以林洋沛为元素 制作了2000顶限量版的帽子 有民众特地从台北 骑了四个小时的单车 好 他说清晨6点就来排队 现场最新 我们连线的记者戴军宇 大批民众排队登记 为了就是这顶冠军帽 侧边设计以林洋沛为元素 吸引不少民众排队领取 甚至还有单车队伍 从台北出发 骑了四小时的单车 就为了领取这顶幸运冠军帽 跟同事有在讨论 同事有跟我说 趁这个机会来可以排这个帽子 有没有想到 你会排第一个 没有想到 我们大概是几点来排的 6点 昨晚就从台北巴黎 去脚踏车过来的 就是怕会很多人 所以我们就赶快提早过来 如果我们有看到那个 他羽球比赛就知道 这个是台湾第一 台湾No.1 1是用台湾 中间还看到几个小点 金门 马祖 还有澎湖 这个是虽然位置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是用印象来表达 先前挪威选手伊登 2019年头戴顺泽公公帽 一举夺下法国尼斯铁人三项冠军 让这顶公帽一夕之间爆红 一帽难求 而庙方也表示 每个夺冠的背后 绝非偶然获运气 而这次的台湾No.1 领阳配公帽 限量制作2000顶 发完为止 要与大家共同分享 这份喜悦与荣耀 以上下面情况把镜头戴在捧内 巴黎奥运进入了倒数阶段 那么台湾馆也迎来了最后几波的高潮 除了这个变装皇后 尼菲亚她到场演出之外 馆内还聚集了大批民众 他们也到场要支持这个林玉婷 为她加油打气 希望能她 希望祝她能够夺得金牌 我觉得她很勇敢 我们觉得很感动 我觉得很坚强 心理素质应该蛮强大的 因为面对这么多的声音 对 对 我觉得很配合她 对 跟她讲加油 我们觉得就是 她很勇敢 他很委屈 可是我觉得他真的很勇敢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